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可以从世俗的三心 修行人的三心 两个角度来认识 对世俗人来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将来心不可得 是指着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自己的身心 你的心会沉浸在过去的那种幻想中 过去的那种执着中 对过去那种思维模式中 你以为你现在是在当下 其实不是 你的思想可能是在过去 也可能在很远的地方 没有在这里 而是在那里和在过去 这就是所说的 你控制不了 所以说过去心不可得 有时候你处在这个白日梦中 想象中 你控制不了 他自己就跑深了 所以说你未来心不可得 你不能活在当下 不能让想让自己不流号就不流号 能够认真地观察现在的形式 因此这叫凡夫的三心不可得 控制不了自己 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模式 思想 情感 到底是应该在思考现在的事情 还是思考过去的事情 还是思考未来的事情 心 原意 马 不受控制 当圣人看到凡夫这三心不可得的时候 那么圣人就思考 这个过去的这些习惯 未来的幻想 对现在对事物的附加的意义和看法 这些都像一条河流一样 它是在不断的流动的 我们看一条河流 你留不住当下是什么样的 因为它永远在动 因为所以说你过去是什么样 现在是什么样 将来是什么样 这都是属于记忆 哪有一个真正的当下 也不受自己的控制 那真正的人的意识 人的心 就是一条河流 是什么河流呢 是你过去 无数是积胆的阿赖耶识种子的河流 这叫种子之河 有些种子成熟了 有些种子没有成熟 它瞬间成熟 有的成熟有的不成熟 乱起乱灭 当圣人观察到 原来所有的心都是过去河流种子的展现的时候 那他就不去抓这个心了 既然不可得 那我就不去得 凡夫是想得而得不到 圣人看到了之后就不去得 因为他是乱起乱灭 乱世纷飞 因此凡人呢 去抓而抓不到 圣人呢 无所助而生气心 那是什么意思呢 对这些意识乱起乱灭的意识 不去得 你不去得了 你才心呢 才能安住 当你心安住的时候 你智慧才生 所以因无所助的意思是 不去得那些凡夫的 那个意识 乱起乱灭的意识 对过去不知多 对未来不幻想 对现在呢 不攀比 安住之后呢 你的智慧生了 所以说因生气心 这个心是指智慧之心 并不是你生出一个凡夫之心 也不是你生出一个神通了 也不是生出一个 你对未来事情的一个预测了 你所有的那个心呢 都属于有分别的乱起乱灭 所以说欲得而不可得 无得而生智慧 就是无所助而生气心 从凡夫的修行 要练习这个心 想想过去 想留在过去 能觉察到 我现在是用过去的思想和模式 我在想过去的事情 创想未来 做好计划 再关照一下做好计划 反过来用过去和未来 建构出当下的缘起 要观察到缘起 要你的光明照射到过去 现在和未来 就是凡夫的修行 那圣人的修行啊 就应该看到 那次三心的不可得 是意识种子的河流 它永远不会停留 那么我们就站在岸边 安住在那里 等待着真正的智慧光明的新鲜 我们应无所助而生气心 静光星的这个机子 给大家开始到这里